玩是要玩什麼東西 我比一下例子 譬如我們帶孩子 我們開始會帶他們去一些 我舉個例子 一般的公園也可以啊 籃球可以啊 怎麼跟人家玩籃球 是啊 所以你來背山啊 可以嗎 可以啊 現在 以前不能玩什麼團康活動 我們3月7號辦一個 連一些家長都找來做什麼 玩團康 那我們知道 不一定是要飆車 不一定要喝酒 不一定要做別的事情 才很有趣 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是這部分老實講 倡導的很少 去我那邊還帶去玩笑 去夏令營去做體驗的 10月10月都不算算 怎麼有這種東西 玩起來很開心啊 可是台灣有沒有去倡導這一塊 這值得我們自己去想想看 智英大哥我就要請教你 因為你自己本身出頭過 現在這幾年來 你都一直在照顧 放棧這些都迷失的這些小孩子 一定很多人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看到新竹的這個事件之後 覺得說這五名大家都說惡少 惡少的意思就是說 幾個人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只有他們會犯下這麼滔天大罪 無緣無故 無緣無仇就會殺人 可是我想請教 你所理解的這些 無緣無故殺人的年輕小孩子 到底是什麼樣一些人 請教你之前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好好來討論 歡迎回到有話好說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在今天才剛剛宣布 偵破的在新竹市南寮漁港的一個殺人事件 有五名嫌犯今天遭到逮捕 其中四名都是未成年最年輕的只有十五歲 只有一名剛剛好年滿十八歲 我們想問的是 為什麼無緣無仇 這些年輕人 你是怎麼要殺人 到底為什麼 真的只是年少輕狂 年輕氣盛 這兩個理由就可以殺死人嗎 到底我們怎麼樣去理解 在上個禮拜新竹南寮漁港 所發生的這個殺人事件 我再請教一下謝老師 你自己怎麼看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 一個犯罪案件的產生 是由多種條件跟多種原因造成的 事實上就原因來看又很複雜 但是我們總是要把它統貴出來 讓一般人容易用系統性來了解它 那我們總是會這樣去區分 第一個一個人到底 他為什麼去犯罪 我們把它稱為有犯罪動機的人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光有人可是沒有對象 是無法引發的 所以他就在當一個禮拜前 差不多那五年一個禮拜前 就在新竹那個禮房 找到合適的加害對象 就是那一個碩士生 可是光是這兩個人 如果有很好的監控 包括被注意到 他也不容易產生 所以他有第三個條件 就是他缺乏一個有效的監控 是 那我們從第一個條件來看 第一個 到底誰是有犯罪動機 他為什麼會有犯罪動機 再幾個例子 我們會設法去找出一些條件 第一個 比如說我剛剛提的 他可能是一個高壓力的 我們講到高挫折 第二個他可能人格上是低至尊的 低成就感的 一直得不到他所要的 所以他也是一個低滿足感 第三個我總是覺得他們 他們就在當時什麼情況 讓他更容易犯罪喝酒 喝酒 就在當下他又喝酒 所以原來就不容易控制 喝了酒更難控制 第四個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最近小孩可能他過去長期 不是那麼得到充分的愛的滿足 這是我針對第一個 那針對第二個 為什麼那一個人容易成為被害者 一般來講 可能我們這樣講 他到底有沒有挑釁對方 目前我是看不到 但是不管他有沒有挑釁動作 可是如果讓對方覺得 他是有挑釁的 那在這上面這種挑釁的感覺就出現了 這一群人就會打他 但是我們新聞看到 那個餘性的工程師 他就是看到他一定 就自己要走 對 結果他們覺得說 你怎麼這樣 你看不起我 對不對 你一坐下來就要走 這樣大家想說避開危險 結果他們解讀是挑釁 對 所以這之間的互動 就很有趣了 第一個 被害者有沒有任何一個動作 讓他們覺得我是挑釁 否則我們也覺得單純走了 走了 你們走了 沒事嘛 可是到底有什麼動作 這個目前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 他一定很可憐 沒有 可是教授這樣談 我覺得那個因素 應該是佔的比例比較低 因為什麼 這在我看法 是那個地方 是他們覺得 我今天試用暴力 不會有事 這我的地方 不然 那個地方本來是偏僻的地方 對不對 那是屬於海邊的地方 他覺得 我相信他比較不會 他會比較思考是說 我在這邊犯罪 我們圍毆他 會不會被造到 會不會出事 他認為說 我被抓到機率低 那是我要談的第三個問題 那個外交環境 所以如果我剛剛提的 是說如果沒有 那另外一個 他們之間互動就很重要了 就是說 為什麼我明明沒有招惹你 你會覺得我招惹你 那就是說 這一群小孩子 他在高的壓力 然後低的至尊情況底下 他隨時會假設人 對他是不利的 那這內在的解讀 就變成是致命傷了 比如說我們一般都會覺得 我覺得好像 別人會在欠侍我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會覺得 別人是看我一眼 我過去你看什麼 就砍了 所以內在的解讀 就形成了 是被一個挫折 來反應用暴力來反應 而這裡面就形成 那個惡性巡返 惡性巡返出現了 國中的時候 A段班都很怕B段班 B段班也很怕A段班 因為A段班都會笑B段班 B段班去抵抗 但這一點我是覺得 我認為是酒 喝酒之外 我認為沒有 應該還有使用藥物 我認為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老師 去問到一些犯罪的人 他說 我今天為什麼會打他 為什麼會殺他 無緣無所 但是我認為他看我那一眼 是要對我不利 結果呢 因為什麼 他們使用了一些藥物 有一些藥物 他吸了之後 他是會有 他是會對身邊的人 產生猜疑性的 所以說我認為 他們不是只有酒而已 我認為應該還有藥物 這個成分在裡面 所以最後呢 你會發現 其實我看你一眼 那個工程師 你剛剛看他那個照片 他根本就是個很溫和的人 你看他照片 戴個眼鏡 是很溫和的 因為他的家屬 今天把他照片公佈出來 是一個很溫和的人 所以說 你怎麼看 你都不會覺得說 他是會對你挑釁 而且他一個人 我們有六個人 而且他跟一個女孩子 在那邊 感覺上是彈琴說 是個